但是各位 你们可以看到一个特点 这个尸体的图片上的脚是向下垂直的 这件事情就确定了 它应该是上吊死的 对 为什么 因为法医小课堂有一节讲过 如果是在地上勒死之后再架起来的时候 它的脚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会有湿浆 人死了以后 人的肌肉是僵的 如果躺在地上死掉的话 那么这个脚是个什么姿势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吧 是这样的 差不多这样的 偶尔是斜的一点点 所以一个自然体会就是这样的 是的 一个人物在地上已经形成了湿浆 再把它挂上去以后 它就下垂得很少和着朝着你 所以我们法医上有一句话 当心上吊人 脚尖冲着你 好像就是一个小说的封面 真的 很像封面 小心它脚尖冲着你 但是这其实有充足科学依据 这个宝石就是这个秘书偷的 对 对吧 秘书偷了之后坚守自盗 坚守自盗 然后他想伪造成是这个博士自己 付罪自杀 这样子的一个现场 所以在博士给小帅打完电话之后 就已经遇害了 对 但他必须要有一个人为他证明 就是一我不在场 二是宝石的确是博士弄丢的 他必须要有小帅作为一个不在场的这样一个证人 是的 小帅是在夜里七点半接到电话 八点之前博士遇害 然后他就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去到小帅家里接上他 然后是在九点半小帅上车 又过了一个半小时 十一点的时候抵达研究所 抵达研究所之后秘书上楼 把博士的尸体挂了起来 这个小帅就发现尸体有余温 这样的话可能表明死后没有超过一个小时 但是看到了锡纸包着的巧克力 锡纸有一个加热 它们裹起来加热这种功效 所以巧克力就融化了 就说明之前这个尸体 过度加热过 对 因为以当时环境的温度来说 那个巧克力是不可能做到融化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但是他是拿什么东西来进行的保温的呢 我们这一个案子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其实就在于它如何通过调节室内温度 来调整湿浆的这个尸体的湿浆的变化 包括这个锡纸包的巧克力已经融化了 它怎么融化的呢 应该是秘书在出发前的时候就已经杀死了博士 只不过呢 他使用了比如说把尸体放在暖气片旁 或者是用被子裹起来等一系列的保温方式 使得这个尸体能够保持一个死后一个小时之内的温度 但就是因为它一直处于这种保温的模式下 所以才使得锡纸内包着的巧克力融化 比如说它把那个暖气调到一个过抑郁正常的室温 然后呢等到它们到家的时候 其实那个温度可能已经 好